好了 我们现在进入的是translation 然后reflection和lotation as isometry ok isometry呢 这一个字呢 它就是congren congren呢 就是isometry 马来文是tri跟try差别 c变k ok 我就不讲了 isometry跟congren呢 它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 呃 那一个 呃 那一个 它是same shape and same size 这一边 就是说 它的shape跟它的size 是一样的 这样它就叫做isometry 就是叫做congren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isometry就是congren congren就是isometry isometry 然后 也就是congren ok 也就是 全等 ok 它就是 全等 ok 它这个就是全 啊 它是全等 全等 全等 全等是 这个 麻烦 还有 全等 全等 全等是什么东西呢 全等它有两个条件 ok 那两个条件是什么 就非常简单 你就 问它 每次问它是不是isometry的时候 你只要讲是 因为它same shape 还有same size 只要它的shape跟它的size一样的话 它就是isometry 它就是congren ok 我们在这一课里面呢 学的translation translation是平于原本这个 移去别的地方 这样它跟它原本的那个东西呢 是属于一样的 这样 移去别的地方 ok 它还是全等 然后 那一个reflection 它反射的情况之下 它跟它的形状还是一样 大小不一样 形状大小都一样 只是它的orientation不一样而已 ok 或者是它在这一边 它反射 在这边叫反射 它大小和形状还是一样 所以这个它还是属于conference isometry 然后我们还有旋转 ok 然后这个是转90度 瞬时转百八度 瞬时也就是转90度 百八度瞬时跟转 那一个 百八度逆时都一样 然后这个是转90度 逆时 其实也是转 那个270度瞬时 这样 ok 所以这一节呢 都是属于conference 跟isometry的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问 r'是image of r under transformation determine whether它是isometry 是的话 就讲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个它不是 ok 这个不是isometry 这个not isometric ok 它其实这一个呢 因为它的那个size不一样 它的size not same 然后这个东西呢 你们到了formfire的时候 就会学到 它其实是属于enlashment 放大 ok 它这个其实是enlashment 放大 enlashment 放大 ok 所以这一个它其实是enlashment 然后你在formfire chapterfire的时候才会学到 然后这一个呢 它是isometry 为什么呢 isometry呢 它大小一样 然后它的那个形状也一样 它在这一边 我拿这一个点 它就123 123 所以它这一个其实是translation 然后减3 3 向后走3 向上走3 这一个它是isometry 它是属于reflection in the line pq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一个它的形状大小一样 然后可是呢 它事实上呢 它是怎样的一个形状来的 它其实是做了那个 呃 我想一下啊 其实它 不是旋转 你要确定它是不是旋转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去 呃 试一下 转 你拿你的那个书来转 你看 它这个转出来的时候 是这样的形状 跟这个形状不一样 所以有的时候呢 它的旋转跟它的反射 呃 有点 差别 ok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用这一个 这一个它是反射 你看 在这一边 假设我有A B C D的话呢 它这个就会变成A'B'C'D'在这边 然后写一格 写一格 写两格 写两格 写一格半半个E 所以这个是reflection 然后这一条线是001122334455 所以这个呢 是 isometry 然后它是reflection ok reflection in the line y等于x ok 有时你写on the line 也可以 有时你写in the line 也可以 因为最近的课本是用 那个 on the line 然后以前的schema呢 是in the line 所以我自己本身呢 还是比较喜欢用in the line 这样的一种讲法啦 ok 然后在这一边呢 这一个 你看它的这一个跟这一个 是属于一样大小 然后你想一下它原本是这个东西 然后它这一个很明显是 反主时度 逆时 它就会变成这样的形状 看到吗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这一个是属于 isometry 然后它的大小是一样 然后它的大小是一样 这个是 Lotation 然后90度 anti-clock wise 然后现在的问题就是我要找它的Center of Lotation 我要找Center of Lotation的时候呢 其实题目没有叫我们找Center of Lotation啦 但是我觉得难得遇到了 我们就 扫入一下它的Center of Lotation 我要找Center of Lotation的时候呢 首先我们需要有名称 这个是A B C 这个就是我的A' B' C' 它转下来变成这个 然后你可以看到在这一边 如果我给它名字 这个是A B C的话 我在这一边 我POPY PASTE 在这一个 我转 主时度逆直 它就会变成这样 A B C 对 所以我的这个A' B' C' 在这边 我要找A跟A'的Prepenticular Bissector 和B跟B'的Prepenticular Bissector 和C跟C'的Prepenticular Bissector 我找两派的Prepenticular Bissector 就可以了 我要找Prepenticular Bissector 的时候呢 我用圆灰 我插在A OK 我插在A 在这边我插在A 对 我这边我插在A了吗 准准在A 我插在A 然后 呃 我其实应该是上面一撇下面一撇 但是我懒惰 呃 这样麻烦 那样会比较麻烦 我直接插在A' 画一个圆圈 插在B'画一个圆圈 然后过后呢 我在这一边 我就连接起来 A跟A'的这一个连接起来 好 然后接着呢 我再来第二派 我拿C跟C'吧 OK C跟C'的 画一个圆圈 在C' 在画一个圆圈 在C' 在C' 其实应该是上面一点 下面一点 这样的一种方法 然后它交界的地方是在这一边 OK 这一个 跟这一个 交界的地方是在这边 交界的地方是在这边 OK 这个 跟这一个 所以我 猜 它的 那个 可能 是在 应该是在这一边 OK 应该是在 2 2 你看这边 两格 4格 然后两格 4格 对它应该是2 2 我这边我画到不大准 所以它跑掉一点点 OK 然后可是它大概给了我一个idea 它的center of location 就在这边 我的A' B' C'在这边 你看 我A' 去A' 这边 1格2格3格4格 1格2格3格4格 我C去 这个去C 1 2 3 1 2 横3直2 然后横2 直3 B 我又横1 2 3 4 5 横5直2 横2 直2 4 5 对了 所以这个是center OK 所以它的这个 Central at C C 就2 2 然后这个呢 它not isometric OK 它也不是放大 也不是缩小 然后它也不是not isometric 同时它也not similar similar是什么呢 similar是这一个 这一个它是属于相似的 就是它是属于 放大缩小成比例 这个4 这个是2 这个2 这个是4 这个写2格 这个写4格 它是它的2倍 这个呢 它这边是2 这边2 这边4 这边3 它不成比例 所以它不是similar的 OK 好 然后接着呢 我们 的 继续之前 对啊 好 来接着我们看 第21题的这一边 然后它在这一个图里面呢 它告诉我 呃 Q R S 是image H of PQR Under Meter 180度 126 126 OK 因为它加起来是360度 OK 所以我这一边我就有 呃 360 减掉2 乘 126 然后拿到的是108 所以它的答案会是等于108度 然后刚刚的这一个 所以是这样的一种做法 好 然后接着呢 我们这一题呢 它说 在下面的这一个图 QST呢 QST 是image of PQR 然后它要你describe它的那个transformation OK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 我把它想象成它其实是 其实这一题它画到不是很清楚 然后 呃 我们 呃 其实它的这一个呢 它这一个 其实它是这一边的这一个东西 它有两种可能呢 我自己本身是觉得有两种可能 可是呃 事实上呢 那个 会也给的是另一种答案 它是这样 我觉得它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属于反射 另一个呢 它是属于这样旋转 去到那个地方这样 变成这样 旋转来到这一边 OK 所以它是旋转来到这一点 这一个形状 所以它原本是这样 它原本 原本是 原本是这样 原本是这样 原本是这个PQR 然后它旋转 变成 怎样呢 它应该是这样 它这一边它说QST是PQR 所以P对的是Q 所以这个是我的P' Q对的是S 所以这个是我的Q' QQ' RP' R 对的是T 所以这个是R' 也不对 它那个名称 它就纯粹吃放这样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 我就把它当作是 τ translation吧 就是说他这一个 变来这一边 这一条线QR 这个是R' 这个是P P' 这样 他是这样反反反下来 这样 他变成这一个 他他原本是这一个 原本是这样啊 QR 原本是这个PQR 转 下来 这一边 我的 QRB 对QRB 对就是这一个 他是从 一条线 你心里想 我是从这一条线 QR 转来这条线 QR' 其实他长度都不一样啊 他的这个 画的都画错了 这个这一笔其实他题目错了 但是算了 OK我们在这边等腰对等脚 所以这个也是55度 然后这个是70度 OK为什么他是70度呢 因为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是用 这一个 什么 180度 减掉两个55度 然后他变成70度 所以这一个70度是将来的 然后 过后呢 这一个地方呢 会是等于 360 减掉 360 减掉215 再减掉70 我拿到的是75度 所以在这一边 这一个是 75度 这一边 然后 然后 过后呢 我们 这一边呢 这一个 这一个是55度 所以这一边也是 55度 跟这个一样 然后这一个地方呢 他的 这一个会是等于 呃 百八度 他这个三角形里面的百八度 然后百八度 然后减掉60再减掉75 我这一边有百八 减掉60 再减掉75 我拿到的是 45度 所以在这一边 这一个我拿到的是 45度 这一边是 45度 这一个地方 所以他的 这一个呢 就会是 这整个东西 ok他是这整个东西 所以他的location呢 就是在这一边 45加55 ok 45加55 然后 在这一个 45加55 刚刚的这一个是 45度 所以他这整个合上来 会是等于 45度加55度 等于100度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个45加55 等于100 所以他是100度 这一个呢 他要你 describe translation 的话呢 transformation 的话呢 他其实是 Lotation 100 度 然后 呃 逆时 Anticlock wise Central at cube OK OK 所以他是属于 100度逆时 OK他是从 这一个地方 从这一边 这一个地方 转来 这一个地方 他这一个 转了100度 从这一边来到这一边 所以他是 100度 逆时 然后呢 圆心在q 这样 OK 好 在这一边呢 有学生就会 弄不清楚 什么是clockwise 什么是anticlockwise 你有心里想 我有一个时钟 在这边 OK clock 时钟 12点 然后 这一边有 3点 6点 9点 然后他 顺时转 这个叫做 clockwise 顺时 OK 所以我们知道 当他是 顺时走的时候 他是属于 clockwise 所以 顺时 就是 clockwise 然后 就是 Equid Ara Dumb的意思 跟着那个时钟的方向走 这个就是顺时 然后过后呢 如果啦 他在这一边 他的那个 我们的那个时钟 他是像 刚刚这一边是这样 下来的嘛 但现在如果我是倒反过来 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这个就是逆时 倒反的 OK 跟那个时钟的那一个 呃 方向是不一样的 逆时 然后 就是 anti clock wise OK La Wan Ara Yam 就是逆时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东西这样转过来的时候呢 他是 逆着时间转 逆着时间转 他是这个方向走 所以他是属于逆时的 所以他是属于 Anti clockwise 这样 在这一边 的 部分呢 他 说 qst 是image 所以我的qst 这个是我的 image 这个是我的 object pqr嘛 所以我是从object去到image 所以我是逆时走 如果我是从这个qst pqr的时候呢 他是顺时 现在这个是逆时 所以你要懂他是clockwise 还是anticlockwise 的时候呢 你要懂他是顺时还是逆时 是很 重要的 就是这样 OK 可是 现在 我